阿吉塞 阿吉塞你好 阿吉塞你好 介紹我們的偶像級女性殺手 立威廉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其實我的台語真的非常不流利 我不會講的 可是為了謝謝你們來配合我講國語 是是我們一定會配合你講國語的 阿吉塞我很期待你做這個番茄炒蛋 然後聽說你是不會用油來烤的 我真的很好奇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很好奇 你在炒這個番茄炒蛋的時候 你腦筋去想說我不用油 但是總是要有媒介 你去取代這個油 因為你畢竟沒有油的話 番茄它是一個β胡蘿蔔素 一定要透過油做媒介 胡蘿蔔素才會萃取出來 是 看看今天的頭部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一個 這是一包的沙拉醬 沙拉醬 這是我們經常講的千島沙拉醬 真假 真假 你不要騙我們立威人聽不懂台語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千真萬確 為什麼它除了有番茄醬以外 還有什麼義大利的小黃瓜 還有很多辛香料 我以為它都是兩者會加在一起 所以你使用它的時候 一個動作就搞定了 你看看嘛 好來 一個動作打一個 你不要偷懶直接兩個打一個 為什麼 為什麼要碰太大 那如果說你今天運氣很好 突然間碰到這個蛋不新鮮 那這個不就跟著一起爆銷了 這個我有碰到過一次 那你怎麼看那個蛋新不新鮮 新不新鮮 對 很簡單 你拿在手上的時候 這個雞蛋拿在手上 你會感覺它很重 很紮實 有醉手感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你摸它的蛋殼外表 它很粗糙 如果說蛋殼是那種細平嫩肉滑滑的 那個可能已經放很多天了 新鮮度有問題了 原來是這樣 它會變得很光滑 那就不好了 一個雞蛋好比說是50克 兩個就100克 所以100克的話 你就加1 4分之1的沙拉醬就夠了 就是25克 所以這一包是50克 你就用一半的量就OK了 那麼少啊 因為你太多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講 不放油 其實這個沙拉醬的底肌 裡面就是油去打出來的 所以這樣也不用放什麼鹽巴嗎 不用不用 因為裡面都夠鹹了吧 好 現在呢 我們這邊有調味料了 你都不要亂擺了 好不好 但是針對番茄這個部分 來 我這邊的番茄來 先割一點點 不要放油 我剛剛有講了 鹹龍龍不要放油咧 它不會黏在鍋上嗎 不會 因為番茄本身 它是屬於脂溶性的 也有一點點的油在裡面 為什麼還要放油呢 你現在再乾炒 乾炒的時候 你不要去擺水 它會泡水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裡頭 番茄你總要加一點點的鹽吧 量不要太多 量不要太多 好 加一點點的鹽 好 這一點點的鹽 就是提它的味道就可以了 直接倒 你不要不必考慮了 太棒了 好帥喔 你這個姿勢好帥喔 你看 讓它成形 你會聞到一個沙拉醬的味道很新鮮 好 現在來 軟軟的把火關掉了 為什麼要現在把火關掉 還是軟軟的 它鍋底它會繼續導熱 對 那麼我們加一點點綠色的蔥 太棒了啦 你看 這個比吃滷肉還好吃 好香耶 所以加了綠蔥會更香嗎 更香 對 來 那現在給我一個東西 我把它鏟起來 沒想到可以炒出這麼香 其實那個顏色也很豐富 很豐富 很漂亮 可以養鹽 養鹽 然後 撞身體 對 除了撞身體以外也可以補血啦 那貝塔胡蘿蔔素呢 本身對身體就非常好 那第三 剛才你說這個炒蛋要放那個千島醬 然後如果真的要放這千島醬嗎 對啊 不放千島醬可不可以 不行 絕對一定要放千島醬 千島醬本身有加番茄醬去調味嘛 它跟我們新鮮的番茄也有關係嘛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什麼調味料 好比說鹽啦 糖啦 香料等等 它其實呢 你只要用一個千島醬 把五六種調味的過程一次搞定 自信的同學 這樣你有聽到嗎 今天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也感謝我們的阿吉塞 特別感謝我們的 麗威蓮 感謝阿吉塞 謝謝你 謝謝你 阿吉塞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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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吉塞 謝謝你 謝謝阿吉塞 請你 精湊